连续40多天本土零确诊 再加上政府发放了 第二期的电子消费券 商家也推出了一些折扣优惠 购物区又再次的繁荣起来 而正当季的大闸蟹 也受惠于消费券的带动 销售有两成的增长 以下是来自香港的报道 中秋过后正式大闸蟹 当季疫情下没去旅行 流感消费也带动了大闸蟹烧情 这家位于九龙城 包括周院发泄停风等都光顾 有名人水果店支撑的店家 最近也主打大闸蟹 不过疫情影响了航班 部分大闸蟹要料金韩国 踩到香港增加了运输成本 目前便宜的300多台币一只 大的要1500元一只 老板预计天气准冷之后 更肥美多黄的大甲蟹会更好卖 上年店家的烧情也不错 部分还推出买三送衣吸引消费 香港疫情趋于稳定 经济活动也活跃起来 再加上10月1号起 港府发放了第二起 约7000台币的电子烧费券 商家也纷纷推出优惠吸金 香港去年上18岁以上港人发大约36000台币现金 今年则分期发放约18000台币消费券 希望振兴受疫情影响达零售业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景华的报道